帮你讀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的是美元体系 美元体系一直是全世界在金融运作里面 势不可当而且独树一格的一个美国 去掌控全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可是3月17号 我们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 这个报道里面特别提到 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正在讨论或者考虑 用人民币来计价部分的石油出口 这个事情其实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因为大家知道 俄罗斯的俄乌战争现在还在进行 其实大宗商品本来就在往上涨 包括石油价格涨得非常凶 而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在这个时候发展出这样的讯息 确实引人注目 事实上其实最近MF也有一篇报道 主要由MF的两个经济学教授和加州 伯克莱分校的一个教授共同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论文的标题主要写的是美元体系正被敲升无息的侵蚀 而里面特别提到所谓的非传统货币跟多元化的资本配置 这里面特别提到其实在石油的资金的采买过程里面 其实越来越多的非传统货币正在崛起 也就是这个里面大概有四分之一是用人民币 另外四分之一可能是用其他的小种货币 但是这个情况已经占到全世界所谓的石油美元里面的5%的一个比例 那这个事情其实确实影响很大 因为除了我们在台湾常常就是说 我们知道美国呢透过美元体系掌控全世界的资本市场 所以在制裁的时候 所谓的美元体系甚至swift都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件事情 那有很多人说对人民币或者是中国的CIPS 确实想透过某些方式来崛起 但是情况我们始终认为不是那么乐观 不过在这一篇文章报道里面 华尔街日报里面确实强调 其实目前未来的发展也不可小觑 首先我们看一看沙古地阿拉伯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转向 其实过去20年来 中国沙古地阿拉伯跟美国的关系 其实是一直很稳定的 每一个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 也都会再一次强调他们跟沙古地阿拉伯之间的紧密关系 不过过去呢确实有一些情况发生 让沙古地阿拉伯不知不觉离美国越来越远 却离中国越来越近 首先大家知道最近呢夜门的战争 其实沙古地阿拉伯在这里面觉得美国是不大够意思的 那另外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在缓和 那更不要说去年所谓的美国突然从阿富汗撤军 那包括这一次对俄罗斯采取制裁 我想对沙古地阿拉伯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更重要的是呢 其实现阶段美国也在发展所谓的页炎气的一个革命 那这个代表未来什么 未来他可能会取代沙古地阿拉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所以沙古地阿拉伯自己呢 随着所谓的政局的一些轮替 所谓新的沙古地阿拉伯的这个王主 也不见得还想宣誓美国走这么近 而更重要的是呢 以中长期来看 现在中国其实已经是沙古地阿拉伯第一大的出口国 占的比例超过25% 另外呢 过去十多年来 所谓中国利用一带一路 然后帮忙沙古地阿拉伯也建了很多的基础设施 这个也让他们跟沙古地阿拉伯的关系越来越好 而更重要的是有传闻呢 其实中国正在协助沙古地阿拉伯 去build in一些所谓的国防科技的这个提升 那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中国跟阿拉伯 沙古地阿拉伯的关系越来越好 那美国呢 最近的动作呢 其实也让人家觉得 尤其川普上任以来 所谓的强势也好 区域分化也好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那如果有一天 人民币或者人民币的机制 透过所谓石油美元的取代 甚至透过一带一路 慢慢跟所谓的非洲 甚至所谓沙古地阿拉伯 甚至最后跟东南亚之间 都能够有一些替代的效果产生的话 其实对美元体系还是有一定的撼动的 那我们回到swift swift我们当然谈过很多次 现阶段不能否认swift 在全世界的所谓的金融体系里面 还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 俄罗斯其实早在2014年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 去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然后呢 中国也开始在发展所谓的CIPS 去搭配所谓的俄罗斯的SPFS 那里面呢 甚至所有 中国还开始在推广所谓的数位货币 这些动作呢 都代表说 其实中国还是默默的在做一些 能够取代美元体系的动作 那当然 随着全球化的一去不复还 随着所谓全世界的区域分化 大家肯定也不希望 被美国直接掐着脖子 然后去迎接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新世界 那在这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台湾央行 针对所谓的美元体系 会不会受到分解 也有一些说法 那当然台湾不外乎就是说 啊中国大陆到现在资本是管制的 到现在对人全不是那么尊重 所以呢 要取代美元体系 不是一系之间可以达成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今天我特别提出这个议题 主要是提醒大家 这个世界随着过去两年半的折腾 那疫情到现在挥之不去 通过膨胀越演越烈 升息的因已经来到 俄乌战争又不知道持续多久 我们确实可能面临的是一个 前所未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而所谓的美元体系 会不会一分为俄 变成俄元制的体系 我们要拭目以待 以上就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关这一周的重要议题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